问过老黑了吗 他是怎么说的 立姐摇摇头 刚才我询问过了 老黑还没有回复 一直不说话的昆巴说道 也可能是不想回复 众人又一次沉默下来 打起精神来 大家可能会对这次的任务有所疑问 说实话 我也一样 但仔细想想 发电机是否处于开启状态 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我们是佣兵 以完成任务为第一目标 总是 50分钟后开始准备撤退 大家都没有提出反对 浩州的话也没错 毕竟老黑只说 需要将发电机组炸掉即可 没有说发电机组开着 还是关上的问题 阿呆越发觉得老黑的任务 和自己手头上的 替病毒血清任务有关联 有必要去地下一层看看 还有点时间 我想去下面看看 有人想和我一起的吗 小队成员们又都互相看了看 没有人响应 阿呆 没有这个必要 我们只要炸毁发电机组 完成任务就好 不要节外生枝 我一个人去就好 我会尽量在50分钟内赶回来的 还是和之前一样 如果没有赶回来的话 都不要管我 等一等 我和你一起过去 多个人安全一些 坤八站了出来 谢谢你不久前救了我弟弟 我们兄弟 不喜欢现别人人情 好 多个人照应 更安全一些 阿呆一口答应下来 和坤八一起离开发电机室 前往地下停时间 其实 我也觉得 这个任务有个怪 这个 是我刚才在搜索时候发现的 贴在维修室的柜子上 阿呆接过字调查看 请各位维护人员注意 鉴于最近屡次发生的意外事件 请务必保证地下一层停时间冷气24小时开启 并且设立24小时轮缸检查组 停时间室内温度必须低于零度 冰柜温度低于零下28度 单看内容好像没什么问题 房间里面只有这一张字条 也不知道 里面写的屡次发生的意外事件 指的是什么 地下一层的入口 再走到电梯旁 由于失去电力供应 电梯也已经失效了 二人顺手解决掉整个反目的丧失 进入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左侧有一个通道 通往停尸间 右侧则是通往地下停车场的方向 停尸房就在通道尽头 房门上方紧急通道的指示牌还亮着 备用发电机组 果然提供的是停尸间的电源 这是什么 走到停尸间门口 阿呆注意到停尸间大门上 还贴着一张字条 紧急通知 由于停尸间频繁出现问题 暂时停止使用 进入紧急检修状态 检修期间 医院二楼仓库临时作为备用 一般情况下 尸体直接送往殡仪馆 停尸间频繁出现问题 他觉得自己隐约 好像抓到了一点什么东西 一时间又想不太明白 阿呆侧头看了看昆巴 后者脸上也是一样茫然的表情 昆巴小声提议道 先进去看看 好 阿呆靠近大门 侧而过去 试着听了听停尸间内部的动静 大门内侧异常的安静 阿呆又试着推了背面 无法开启 停尸间右侧墙壁上 有一个可插入的卡槽 阿呆想到了刚刚在院长 是搜索到的刺卡 阿呆试着将刺卡插入卡槽 停尸间大门自动在阿呆面前开启 一股冷气从停尸间内扑面而来 停尸房内的空调温度开得很低 里面还亮着昏暗的灯光 阿呆单手提着散弹枪 站在门口 试图看清楚停尸房内部情况 停尸房内混乱一片 四处沾染着血迹 一眼看去 地上还横七竖八地 躺着十多具尸体 卧槽 都已经死了 阿呆低头看了看 靠近门边上的两具尸体 他们的脖梗以上部分都不见了 脖梗出血肉模糊的一片 是因为尸片被人爆头了 处理方式的倒是挺专业的 他和昆巴二人一起 小心地走进房间 在房间内小心地搜寻 阿呆 这里的葬尸都没有头 看起来是被人提前清理过 昆巴也发现了尸体的异常 他蹲下身仔细检查尸体 咦 怎么了 很奇怪 尸体搏梗上伤口处的形状 相当古怪 感觉不是被人砍断的 也不像是被枪械轰开的 更像是由内而外炸开的 什么 你是说他自己炸开的 阿呆眉头紧皱 他还没来得及更进一步的搜索 忽然心脏猛地跳动了一下 他感觉到一股极为危险的感觉 舒递一下侧过头 目光凝聚在停尸间侧面的一扇铁门上 危险感知技能被触发了 阿呆立即举起散弹枪 对准了那扇小门 死死地盯着他 门背后究竟有什么 即使在遇到异化丧尸的时候 阿呆也没有出现过这般强烈的危机感 昆巴注意到阿呆一下子表情变得极为凝重 也立即站起身 站到阿呆身边 摆出战斗姿态 怎么了 阿呆 我的一个技能 我感觉到那扇门背后有古怪 二人头顶灯光一下子熄灭 整个停尸房内瞬间变得极为昏烂 停电了 阿呆心中一惊 快速向后退了两步 拿出手电筒照亮前方 昆巴也拿出手电向四周照去